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10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0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 峰会结束后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接受媒体采访 介绍习近平主席与会成果 乐玉成表示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0次会议圆满结束 考虑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 根据轮值主席国俄罗斯的建议 上海组织成员国决定本次峰会以视频方式举行 会议期间 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围绕疫情形势下 加强上海组织合作 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共同签署并发表峰会宣言 及关于应对新冠疫情等六份声明 这些重要共识和共同文件 对上海组织未来发展 乃至对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 都将产生重大深远影响 乐玉成表示 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着眼当前形势和上海组织长远发展 发表了题为 弘扬上海精神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首次在上海组织框架内提出 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 发展共同体 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 高屋建立 凤眼未来 提出了促进上海组织发展的中国方案 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为上海组织下阶段发展 拨化了南土 知名的风向 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和领袖风范 获得各方热烈反响和积极回应 乐玉成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与会各国领导人 围绕疫情形势下进一步加强上海组织合作的优先任务 以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深入探讨 携手应对风险挑战 共同促进安全发展的新思路 新举措 凝聚了重要共识 规划了具体合作 指明了上海组织下一步发展方向 将对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产生重要 积极影响 乐玉成从四方面对习近平主席与会成果进行了介绍 他表示 一是坚定了各方团结抗疫的信心决心 病毒肆虐全球 疫情不断反复 国际社会只有坚持生命至上 人民至上 团结一致抗击疫情 才能有效维护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习近平主席倡议加强地区联防联控 设立成员国疾控中心联系热线 继续颁好上河组织传统医学论坛 二是明确了上河组织面向未来的使命担当 习近平主席与各国领导人通过视频方式 共商合作大计 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 就是上河组织将肩负起时代富裕的重论 增进团结互信 深化各领域合作 为促进各国安全稳定 发展繁荣 助出不懈努力 三是指明了深化本组织合作的优先方向 上河组织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 需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规划各领域合作 推出重点项目 提升合作水平 习近平主席就深化本组的安全 经济 人文等 重点领域合作 提出一系列重要倡议 包括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 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数字经济 电子商务 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等领域合作等等 峰会发表的文件 机中阐述了各国领导人 对开展相关领域合作的共同立场 还批准通过了上河组织未来五年行动计划等文件 对本组织下阶段发展 做出了具体部署和规划 四是巩固了坚持多边主义的国际共识 习近平主席倡导各方秉持 工商 工建 共享原则 全球事务有各国一起商量的办 治理体系有大家携手建设 发展成果有各国共同分享 成员国领导人一致主张 坚定支持 联合国发挥一有作用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与安全 乐玉成说 中方作为上河组织重要创始成员国 愿同各成员国认真落实此次峰会达成的各项共识 继续弘扬上海精神 不断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 携手打造更加紧密的上河组织命运共同体